杰老师 CPI您昨天说过 那今天要聊什么呢 我们来聊一个业界的大八卦 看节目 老师今天已经录音室 扁花庄文老师 老师今天盘如何 老师说没问题 没问题 早上我口序不是写的 今天就这样 因为大家在等CPI 对 没错 没问题 老师你昨天有告诉大家CPI 说到这个CPI 我昨天不是跟大家讲 大概应该是6.3或6.4 对 市场预估是6.6 对 我猜6.3或6.4 好 那当然我一个人看 不够有意思 我们来揪一个好朋友 小杯摩卡 小杯摩卡 只有小摩来看 对 小杯摩卡 怎么看 今天晚上的12月CPI年整理 要公布了 画面上这个 有订阅我们YT频道就看得到 上面写的JP Morgan 就是小杯摩卡 他怎么看CPI 首先 如果市场预测是6.6 对 如果比6.6高 第三行 比6.6高 他们认为 小杯摩卡认为 S&P500会跌个2到3% 2.5到3% 那蛮多的 如果 我昨天知道几率 刚刚那个大于6.6的几率 只有15% 是最小的 最小的 对 但如果是6.4到6.6 6.6之间 老师 这不是跟你讲的6.3 6.4很像吗 对啊 你看小杯摩卡跟我讲的差不多 他没有喝我口水 6.4到6.6 今天晚上的CPI凝震率 如果是这个数字的话 这个几率是65% 小谋的看法 他认为 S&P500大概可以涨1.5到2% 如果低于6.4 S&P500可以涨3%以上 至多3% 所以来 平化 简单数学问题 是 所以上面两个几率加起来是85% 所以一定比 基本上是 就是比6.6小 对 诶 我很会猜吧 很会猜耶 我说要么6.3不就6.4 大概这个数字 是喔 那不是出来了 没有出现6.5耶 我想说6.4 为什么 老师 为什么他上面写的 跟你昨天讲的一样是6.4 对6.4 对耶 不是只有我认为6.4 你家小莫认为6.4 哇塞 我们没有互看对方的 我想要互看答案 有吗 并没有 不谋而合 我早就讲过 他是6.3或6.4 英雄所见瑞同 嘟嘟好 刚好可能他们偷看我们的节目 有埋伏在里面 不过今天 节目的重点 除了那个Money 2系列的股票 正在发动中之外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 哪一件事 我来聊一个业界的超级大八卦 昨天老师说的是CPI对不对 我们预测预估 CPI昨天讲过 今天小莫来帮我们赞加 说David讲的是对的 果然 一模一样一样 还有没有什么新鲜的 对啊 今天老师听说要聊 每天都有新鲜货啊 对不对 不然听节目都无聊 八卦 大家喜欢听八卦吗 当然喜欢 超大的哦 好好好 是这个全球半导体业界啊 四家大公司的爱恨情仇 哇 喜欢这个剧情吗 喜欢 三角恋不稀奇 这肯定热卖 今天玩四角的 哇塞 好啦 四角的耶 好来 今天是台积电法说嘛 嗯 第一男主角 第一男主角 出现啊 台积电 第一男主角 好 那台积电呢 的死对头 死对头 大反派是谁 三星嘛 是 对不对 韩国的三星 这个很明显嘛 然后台积电跟三星出现了 对哦 那还有两位 小三小四 也不好说 还有两位是谁 这还是谁 一个是高通 一个是联发科 高通的联发科也是死对头 哦 那到底这个剧情怎么解 这样子 好 好难懂啊 老师 怎么好难懂 很容易猜啦 如何如何 来 跟我一天 男主角是台积电吗 台积电的法说 出来的数据 勉强啦 可能连低标的不太够 市场有点失望 是 但为什么会这样 嗯 为什么 据说 据说 高通本来下给台积电的三奈米 被三星抢了 哦哦哦 据说了 好好 这是很明显哦 全属 对对 横刀独爱了 对真的真的 本来是大反派 对 那大家好奇了 为什么高通会从台积电身上转到三星的三奈米呢 对 到底中间拿到什么好处 是很明显嘛 高通的选择就是因为三星的比较便宜嘛 没错 可是三星的三奈米比台积电便宜 那是它良率比台积电高吗 没有哦 对 并没有 并没有哦 差很多 三星可以做不到便宜 所以三星在杀价 竞争 对 哦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这一次发说出来数据没有很好 是 对 还没讲完哦 那 好复杂哦 大人世界 什么大人世界 哈哈哈 那联发科呢 老师联发科最近很强 对啊 发哥发哥 好啦 联发科变间接受害者 那为什么他那么强 对 那股价很强 对啊 好玩吧 为什么联发科变间接受害者 是 所以他的晶片的我看一下哦 他们新的报价 我偷看的 偷看 那我偷看一下 天啊 虽然他是间接受害者 我跟你讲哦 如果高通 用了这个比较低成本的三星的三奈米 晶片 对 据说啦 5G晶片大概可以报30美元 但联发科报是35到40 所以联发科变成受害者 对 对 就是以上就是 今天的小八卦 大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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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讲到私家公司哦 哦 是 台积电 三星 三星 高通 高通 联发科 至于这中间的爱恨情仇 就留给各位好朋友们 自己去捉摸捉摸 你看哦 联发科是间接受害者 但是近期的股价 从634涨到了720 这个盘哦 其实就是一直在涨 你们根本不用担心 真的 涨到你不知不觉 明明大家看CPI David昨天跟你讲了 有有有 6.3或6.4 是 小摩跳出来说 他也觉得大概6.4 嗯嗯嗯嗯 好玩吧 有有有有 但我一直在 嗯 老师 你刚刚在讲的时候 虽然你 话题有稍微绕开 但我的那个focus 还是在这个爱恨情仇 这个八卦 不小爱恨情仇 就就他们本来就死对头啊 你看呢 我又在大胆的想哦 你想哪里去 我来想他们消价竞争嘛 对不对 没有嘛 是三星在消价竞争 三星消价竞争 但是他的良率 并没有台积电高 对 我记得他的良率其实还不到 年代积电一半了没有 真的 那总有一天 你还是会回头思潮 这让我想到那个剧情啊 大家记得之前啊 就前几代的那个三星手机啊 他不是什么 用那个高通那个骁龙 什么那个嘛 会爆炸啊 不是爆炸 这是更久之前的 哦是 你讲的是 Note系列早期的 对对 Note系列早期 那 现在不是 前两年的三星手机 被称为叫做火龙888嘛 太热了啦 会过热嘛 对 大家记得吧 火龙888 有 火龙888就是高通加三星啊 哦 那高通这一次如果再用三星了 会不会再来一次 我就不晓得了 天啊 也就是说这一代新的 我们就先不要 我没说 你们自己看 各位看官自己看 买手机不要问我 就说了先不要 怎么办 因为我是 我是三星暗用者 对 你用的是三星 我是Note系列的 其实我后来 我有先观察市场的 如何再决定我要不要用 真的哦 对 好啦 我有说你Note系列可以拿来防身 就丢过去 你好坏哦 没事 这地图炮又开的太大了 我自己也有买过Note系列 有有 好啦 接下来行情老师说真的很好 长到你不知不觉 长到你真的 你去看联发科那种走法 很多股票都会慢慢长到 吓死人了 所以股票一定要先买好 那怎么选怎么找呢 Money2的2号3号 陆续去预备咯 是低价格后 令100块很远的 甚至 刚刚说打几折 之前说打两折 三折都可以 您 跟好就好 绝对买得起的 好 Money2 Money2 You 家园多一件 标股让您双倍赚 活动最后进入Final Final了 务必来电做 把握手刀跟上脚 小波咯 我们先吹一会 等会再回来 我真的觉得他会 回头吃场 我不晓得 吃了憋之后 我只是跟你说 你看台积电法 所以为什么数据会掉 其实就是因为 三星在抢单了 抢那个三奈米的订单 那高通毕竟是大客户 是啊 高通是负责下晶片的 我要多 怎么样的几奈米 你帮我克制 台积电做这件事 金元代工 联发科也会下 对不对 那联发科下来是台积电的 所以联发科的成本一定比 高 高通高一些 对 这很合理 因为间接要 对 三星就是 我可以 不要赚 我要来抢 就这样子 好想赢韩国 韩国的老招 他们以前 你知道 当年全球滴润崩盘 那个年代记不记得 就海力士 对 当以前叫海力士 后来海力士被病下 叫SK海力士 不是做海力士 那时候三星也插一脚 三星自己有记忆体部门 对 对 那时候 全球的记忆体市场被他们一扫 你知道吗 东倒西歪 体无完肤 哇 他们那时候 历经就这样倒下来的 好可怕 记得吗 有这个故事 2012的时候 112的时候 10年了 对 10年大家忘记的教训又来了 真的 忘得快 就说 你发生过后 你又会回头吃草了 你现在讲的是哪一段 哪个剧情 就是 就是用了那个三星 高通用了三星 之后 你尝到了苦头 你说火龙包包包吗 火龙包包包 那接下来会有什么 我不知道 然后新的型号出来 搞不好人家跟大家说 这次我真的给我改进了 I don't know 不要问我这个问题 真的吗 你不能因为你用神送的就这样 好不好 真的觉得 好啦 神送不错啦 我妈也是用神送的 我要帮她买一支新的 是不是 对 怎么办 开始留言 你又没有怎么办 我先过一阵子 手机你基本上使用不太有问题 也对啦 好啦 anyway 那今晚上小摩这个看法 基本上好朋友们 如果你刚好看到这一集 把刚刚那个画面记一下 小摩怎么看 有 所以低于6.6的几率目前来看是 80几% 对85 那你就不用担心吗 对呀 之后是涨1.5到3.5 对 如果你按照这个几率就算的话 其实上涨低于6.6 其实David一直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因为升息到一个程度之后 一开始的CPI数据 或者我们之前讲的核心PCE的数据 会降得很慢 一开始很慢 后面才会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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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我们就二月升息我们就可以准备stop 对 这不是我之前讲的吗 哦 剧本吧 这个障眼 诶 就问你 你有些股票人家先买啊 一定要先买耶 好啦 再来聊一件事 那个金星科才好玩耶 好好玩哦 说到那个金星科真的是 真的太有趣了 好好笑哦 呃 该怎么说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好 对啊 那方面上呢 我们这个图有更新的哦 嗯 有更新的 这是今天 1月12号的 是的 那653金星科昨天大跌 果然又是外资大卖 果然又是他们 感谢 所以过去这个礼拜的两个大黑黑黑 都是外资卖的 就是卖在地板上 然后礼拜一涨停去追嘛 去追的 对 然后昨天大跌又卖嘛 今天又上去嘛 是 真的是神操作 我没有看错 真的是外资耶 真的是外资 我们没有黑他哦 真的是外资耶 完全就是猪队友啊 舍己救人啊 杀身成人舍身取义啊 一个真的要飙 背后要刺金钟报告吗 真的要 真的很扯耶 好啦 至于金星科后面的剧本怎么演 大家慢慢 每天所电话的频道 我们就非常愿意听 非常有意思 我每天都要看到外资的 跟我昨天想的一样 果然是你们卖的 我最近今天不是讲 一定是外资卖的 有 然后我心里说 你傻乎乎的 老师我等下来看了一下 昨天其实是 投心卖一点点 投心卖外资也卖啊 然后今天 哇 来来来 我念给你听 我帮你看一下 前天 6533金星科 我记得前天是 我们来看一下三大法人 OK 来 昨天 昨天 金星科大跌 对 对 外资卖了970张 是 投心卖了277张 对就他们两干的 对就他们两干的 但有趣的是 上星期的大跌呢 1月5号 1月5号 投心没动 是外资卖了1224张 对 本周一呢 金星科掌停 是外资去追了1320张 有 完完全全符合最高杀地 完完就是 散户的操作 不会 我觉得散户没这么散 散户有听我们节目嘛 对不对 一般投资也不会这么夸张 你看真的 他外资 神操作 神操作 是外资 我真的是 5体投屉 佩服的5体投地 我的老天儿啊 你没看错耶 真的是外资耶 刚刚老师说都是外资的操作 不是说很有趣吗 昨天我就讲那一定是外资卖的 好那anyway 那到底这个金星科行不行 好朋友们 follow我们节目 好的好的 股票说真格的 真的要先买好了 不要等到 股票向来都是这样 你看今天晚上的重头戏 CPI公布 然后明早 你真的要赶快进场了耶 明早就看你还有多少机会了 很多人在想说 老师从明天礼拜五 下周一 下周二礼拜二风光 只剩下三个交易日了 没错 我昨天不讲过了 你看外资 不是外资 你看那个美股 美股的走势就知道了 好 很有意思 范范真的不夸张耶 他们真的扯 肺范没在跟你客气的 他真的毛起来耶 你看 长长长长长 跟着发更香 红红红 没在跟你客气的 真的 那你再看哦 肺范长这样子 台北股其实没有跟 为什么 没有跟上 因为大家在等 要不老师有CPI 老师要过年了 要过年了 老师要怎么 到长天怎么办 是啊 那你不就后面 要用追的吗 好啦 Money to you 然后做活动 好的 好的 那另外想请教老师一个 想问我什么 你快说 快说吗 趁今天 对不对 讲八卦讲得很开心 讲八卦 那个台股啊 谷月涵 上次不是昨天没有讲过 他这几天新闻一直 他看万一啊 那万一没来怎么办 那万一没来你就 那就永远都不用买股票了 他说第一点是万一到万二 去年不是有出现过万二的 是不是我叫你买的 对 10月27号空单回补 反手做得多 那个地方 谁像我们一样有资格空单回补 谁像我们一样第一时间叫你进场 是的 谁像我们一样在10月27号前的一礼拜 就推优惠告诉你 是的 赶快多头召集令 有 那不就我们 不就David跟平华而已 我江老师的光 那 对嘛 我不知道 这些神级班的大师 去年1227号你买了没 1227号他在 还在睡吗 Christmas I don't know 所以你看 这真的 今天真的新闻是斗大 昨天就有了 前天就在讲 一堆媒体又再出来了 可以啦 大师就是这样来的 真的 大师就是因为我媒体才会变大师 哦 好 好 像台湾有几个很有名的大师 大师 万一没到 像 不要再讲 台湾有另外一个是头发白白的大师 头发白白的大师 然后呢 他以前其实就是跟在那个 谁的旁边 马凯教授你知道吗 哦 对对对 那赶上去谷歌一下 马凯还蛮厉害的 真的哦 马凯是一个 总体经济非常强的 但是旁边的根班就没有这么的 我不知道 那是你说的 哈哈哈哈 我怎么就自己挖洞跳下去了 对你干嘛这样 不要相害自己好不好 你这么讨厌老师 你真的 我不公善啊 不是觉得挖洞 然后我就不小心 我们不是今天在聊八卦的吗 聊聊小摩怎么看而已嘛 对啊小摩怎么看 然后呢这个四大 聊聊台积电联发科 三星高通 对对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你浓我浓嘛 真的 所以大家耳朵浓了 不会 大家听完就好 OK 好了那等一下聊什么 等一下哦 好 还重点还是要给大家来 announce一下 money to you 赶快跟上脚步咯 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数据 包括了 美股四大指数的走势 包括了台币 包括了小摩也来站下来 台并强啊 台并还在强 是不是 台并股市今天是慢慢往尾盘杀 对 大家到底在 不用 真的是在怕农历过年 不想抱过年的 不想 不想等CPI的 不想等CPI 现在就会买了吧 博士压保CPI是6.6之上吧 压不压不重点 他就是不想看 看着那个数据 哎呀压力好大 对 我不要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那你就不要看 反正我给你讲的是6.6以下 是 应该是6.3或6.4 好啦 anyway 好好好 来 Money to you 还是老话一句 好的股票要先买好买满 涨停版就会是你的 这次的优惠赚活动 嘉议员多一件 标果不仅 双倍赚 还要让你加倍获利 加倍幸福 轻松跟上咯 好 第二段了 好 第二段了 对啊 好来咯 OK 欢迎你持续回到股市最前线的节目 刚在中场聊了非常多 你想听到的 评话想听到的 评话又在黑人家了 不小心自己挖东西给他挑下去 因为评话问我股院好像是 但我是说反正就 这几天大家大放手 老师其实这几天都知道 大家心中在想什么 投资人最怕的是什么 包括了农历年前 包括了CPI的公布 包括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但是反观美股四大指数是 一路涨 美股很明显 黑币是一直强 对啊 你说老师那台股为什么没有马上 我就说嘛 一堆人在想说过年了 对 没错 那个CPI 那CPI一般 就在经历 那个什么 古越南什么 台湾先生 对台湾先生 看万一嘛 对对对 那万一没来 万一有没有来 讲句实在的 如果你去年十月底的万二没有买的话 对啊 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跟我说 万一会不会来了 是的 没错 是喔 老师讲的真真切切 那事实就是 事实的操作不是如此吗 是如此啊 当初能够带你买到地板上的 而且还是空单回补翻上多多 还是带你空了两千多点的人 对 David 平化我们 带你空了两千多点 就在十月二七号空单回补翻了之后 是的 我那天把所有的空单全部补掉 还有补到好多好多档 是不是很开心啊 又很好赚啊 这是双倍力耶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说台北股市会有两千点的反弹 至少一七多啦 一七八几嘛 我说有可能到两千嘛 那是既旧喔 碰到两千多嘛 对啊两千多耶 对啊啊 这样好像蛮有参考的 我记得老师在之前 其实我们节目上常常告诉大家 在这一波大盘回路的同时 谁带您放空 只有我们 那到了十月十七号 那时候台北股市一万两千六 两千七而已啊 还能讲 喊万一万 那时候喊一万的啊 破万的都有啊 都有耶 只有我们在十月十七号 请您空单回补翻手做多 所以为什么一些台面上的很多分析师 都被人家当做那什么 指标吗 就是反指标 对 反指标啊 对 就是那 谷海明灯 谷海明灯 我指的是那个名 对 叫的你 阿弥陀 你又来了 我又来了 这一个波段 十月十七号 空单回补翻手做多 最有资格的就是 Dev老师了 那我们那时候十月十七号 空单回补翻手做多 到现在为止 我不是跟你讲过 台北股市还会再上 有 你一直在 我觉得很多人会就想说 啊老师那个要跪你啊 对不对 晚上CPI 其实昨天我就一直跟你讲 那个CPI数据是好的 是 对不对 今天连小摩自己跳出来说 他觉得 6.6以下的是 到6.4是65% 对 然后呢6.4以下还有20% 20% 啊这样不是告诉你 这样还有80几% 是啊 所以其实外资小摩自己也是压 6.6以下 对 他才会这样写 所以你看美股这几天 那我先跟你讲喔 小摩那个当中少写个东西 少写什么东西 他应该要写6.3才对 哈哈哈 因为他写6.4以下 这个招 文章为什么这招很尖 保守 不是很保守 是这招很尖 因为6.3也算6.4以下 6.2也算6.4以下 对 好平话 难刮了 你知道吗 知道 就是小摩这个看法就是 我全包了 我全对 对 我像David傻乎乎的告诉你6.3 哈哈哈 老师他是一个范围 一个range 不是啦他们 我不喜欢给range 我喜欢就告诉你 就是那一个 多少就是多少 对啦 我也不要有什么寒扣的空间 没有 不是寒不寒扣啦 我觉得数据要精确 要精确 真的 因为你去用一个概括性的 比方说 我认为2023年的台股 会在什么以上什么以下 那如果你grunge很大 不就 比方说一万以上 一万八以下 不跟废话一样 是啊 有讲到没讲到 差不多 老师你走心了 不是我讲真的嘛 很多人就那个 就我觉得那个 没有任何意义嘛 有喔 比如说这一波 那万五以上 今年会到 那什么时候到 老师是年底吗 还是 比方说 其实媒体很爱问这个 会 很爱问这种问题 比方说 今年你觉得台股高点到哪里 我想知道的是 我今天哪一支会涨停就好 是啊 我为什么就要知道台股会到哪里 而且有的股票 根本不甩台股 所以我 就是因为投资人很喜欢问这个问题 所以媒体也配合投资人 问这样的问题 投其所 然后呢 就会有很多专家说 你看上看2万 看坏了下看1万 然后呢 讲得越夸张的 越多人看 所以越细睛 对 所以那些内容就是 毫无建设性 可是因为听完了之后 所以呢 没有所以 就是大家看爽的而已 你知道 我觉得很多媒体 喜欢什么 什么50万变成5000万这种 有 然后什么存骨 存骨 从什么流浪 什么什么的 然后变成什么什么的 几年存到2000万之类的 我最近也看到一个媒体是什么 因为大过年 跟他讲这个笑一笑 我说天超猛 他在上面写 100万 几万 然后变成 几亿样子 结果后来发现说 那是韓国的 壁纸不一样 100亿好像很多 韓元 剩3亿多 剩3亿多 3亿我也比 我本来想说100亿还蛮猛的 没有啊 是韓元 泰铢啊 泰铢跟草原差不多啦 不可以币 你说星巴尾币喔 币值很重要喔 币值很重要喔 真的喔 不是美金喔 美金那就猛了 那就嗨了 那就嗨了 真的是人神共嗨了 怎么会这样 差好多 这标题真的很吸睛喔 所以我要说 媒体很会下标题 很会下吸睛 好啦那晚上呢 就静观其变 基本上CPI答案已经出来了 不用多说 6.3或6.4 没错 如果啦 我们不小心要猜对 欢迎您一起跟上脚步 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定要订阅频道 然后告诉你是 未来即将会发生的事情 你看我们10月27号去年 空了2000多点 然后我推了一个礼拜的多特召集力 然后终于进场了 老师你推了我参加三天 你怎么都还没买 还不再空 我说我没有要加空 我只跟你说我要找地方补 因为我要有买盘 我再加你进去嘛 没错 结果你从那天开始 台北股市场噴了2000多点 哇就这一波短耶 很猛耶 那现在呢 我不是一直提醒你封关前 行情其实已经动了 对 你不要再想说老师 春两三港 David老师CPI 他也不要公布 我问你嘛 以美股现在这种走法 CPI数据如果出来是好的 目前几率很高嘛 80几%的几率是低于6.6嘛 有 美股不去涨吗 去涨啊 早就在押饱了 如果美股 你看嘛 费半天涨几天了 就人家跟你说 我前面很有可能会过了 有 好 如果他在创高的过程中 台股市过年 那你是不是年前早就应该买好了 对 不然年后你开盘 你根本就是用喷的 你要怎么追啊 追不下手吧 那你要怎么追啊 那就是差异性 所以很多股市里面的操作 你对后面的看法 为什么现在可以这样看 为什么费半强 强在哪里 为什么台币强 强在哪里 我说他们都在暗示你CPI数据是好的 没错 其实种种的这些加总起来 这些迹象 就是我们过去这个礼拜的节目 一直跟你分享的重点 我们不是瞎扯 当然不是 我都把我逻辑讲给你听 有逻辑 有能够出一些证据 证明 其实 就像我常跟我们家小朋友讲的 我说你要胡乱要打草稿吧 总是有逻辑性 对 最讨厌的是胡乱又不打草稿 对啊 你有没有听我讲过那个 好像 紫月那个 要 我可以讲吗 应该可以吧 我以前跟朋友打去说 紫月啊 当然 人语绵绵绵这段 我们自己瞎做的 紫月唬烂啊 不可耻 唬烂不打草稿 才可耻 最可耻 空之躺着也中枪 我应该要被他做一顿 没礼貌 好了 今天晚上众头戏 CFI的公布 老师也把很多的数据告诉大家了 真的 我觉得你还是要有逻辑性的推理 才能说这行情为什么会涨 或是行情为什么会跌 是 你看我们那时候8月中 8月19号 股票卖掉之后 叫你为什么开始放空 所以你后面还是升三嘛 所以会跌 会再跌个2800百点 你看真的跌2800点 为什么叫你空2000多点就上来了 是啊 好了 过去的故事不讲 Money to you 倒数计时 欢迎您跟上脚步 Money to you 来我们的Money to 2号 1号已经登场了 2号 3号 预备备备了 有些的股票真的 你不能再等了 标果不等人 机会不等人 务必来定做把握 Money to you 活动最后翻 倒数计时 轻松跟上 节目中的再次感谢David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OK 谢谢评话 谢谢全国号朋友们 Money to you 最后几天 欢迎您跟上脚步 YD频道的好朋友明天见 拜 祝好朋友们 新的一年 前兔四景 红兔大展 华冠投顾 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